川普遭到紐約起訴了 比他預言了晚了兩個星期 這代表什麼呢? 我在這裡就直接說吧 接下來共和黨也會起訴民主黨的人 民主黨會變本加厲 美國會變成一個政黨使用政治的力量 來攻擊政敵的國家 美國的憲法會被踐踏 獨立宣言會被摧毀 美國會變得跟這個世界上其他的國家一樣 變成一個只剩下意識形態 沒有任何意義的國家 當然兩黨還是有的時候會有共識的 我們這次可以看到兩黨共識來禁止抖音 在美國繼續運作 聽起來很棒 我雙手贊成 但是各位如果看到這個法案的話 就會知道事情沒有這麼簡單 說是要禁抖音 但是其實是要把人民的權力徹底剝奪 這個才是兩黨共識真正的目的 未來以後都會變成這個樣子 今天來好好討論一下這個法案上面到底寫了些什麼 田納西州的校園槍擊案現在有新的進展了 就是其實槍手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各大媒體開始幫槍手說話 支持變性人的組織 開始找各式各樣的理由說 其實他拿槍殺人 是逼不得已的啊 是被逼的啊 這個喪心病狂的槍手 成了變性人權的劣勢 為什麼呢?他們的心理狀態到底是什麼? 在我們開始之前 請你去我們的網站 或直接到下面參加我們Coffee的會員 直接來支持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這個頻道是100% 由你這個樣子的觀眾來支持的 我們需要自己的媒體 我們需要真正的使用聖經的角度 來看現在發生的事情 我們看新聞不能只看自己爽的 而是要真正的付出行動 付出努力來維護我們的家園 維護我們的價值觀 加入會員後就可以參加到我們Discord的聊天室 裡面100%都是跟你一樣志同道合的人 不然他們就不會來支持我們的事工 man的 你如果想要變成man的話 你就是要跟這個人一樣 他連死都不怕 然後他是一個保護者 然後他是一個 victorious 他是一個得勝者 他不是你在那邊看到我 就是只穿個白袍 我在那邊敲門 就是求你信我來 拜託你娘那樣子的人 抵抗左派的文化侵蝕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付出 而且一起抵抗 請幫我們按讚 留言分享這個影片 當這個新聞頻道的後盾 讓我們一點一點的翻轉這個時代 從自己的家庭開始 建立基督的價值觀 在我們的社會裡 我是Ede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這個星期最重要的新聞就是 川普被紐約起訴了 他是美國有史以來第一個被起訴的卸任總統 我知道為什麼他們現在要起訴他 因為他們要我們忘記一個變性人 拿著槍衝進基督教的小學 殺了六個基督徒 其中還有三個九歲的小孩 他們就是在洗新聞 以前每一次美國經濟不好的時候 然後Michael Jackson就會突然出來性騷擾小孩之類的 嘿 嘿 Michael 這件事 我不知道怎麼拐彎抹角的跟你說 但是現在 經濟情況真的很糟啊 我們需要你跟某個小男孩一起洗澡 然後一起睡覺 來分擔一下我們的壓力 這次其實也是一樣 左派有非常非常多的政治力量 他們就是會用政治的手段來打壓現在的政敵 當一個人發現自己是國王的時候 他們就會覺得法律不重要了 他們就是法律 他們活在法律之上 這個就造成了現在最重要的新聞 這個新聞是整個美國的轉折點 星期五我們播出的田納希跟肯達基州的 變性人去州議會 叛國都不重要了 變性人的槍擊案也不重要了 現在最重要的新聞就變成是 川普被起訴了 現在紐約的左派檢察官Alvin Bragg 想辦法要怎麼引渡川普到紐約 要不要出動警力去逮捕他 然後紐約各方面的整個城市的 動員全部的警力要來面對這個東西 那我對於川普應該怎麼面對這個事情 是非常有想法的 因為我認為這對我們美國來說 是一個非常糟糕的新聞 但是對於川普的競選團隊來說 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好消息 我們現在就是Banana Republic 香蕉共和國 不是那個衣服品牌 而是美國充滿著腐敗 貪污濫用職權 是一個極度混亂的政府 我們之前一直在說 美國的政治系統完蛋了 現在我們的政治系統真的完蛋了 美國其實一直以來都有這種呼聲 說要把這些政治人物抓起來 王子與庶民同罪 事實上就是川普2016的時候的口號 Lock her up! Lock her up! 希拉蕊柯林頓那個時候說什麼 我不想要在川普執政下面的美國生活 川普就說 Yeah! 因為你會在監獄裡面度過 然後下面歡呼的跟什麼一樣 但是當他當選了之後 他並沒有這麼做 因為保守派認為說 我們不想要活在一個政府 可以隨便把政敵關監獄的國家 這樣子的選舉口號很棒 可以激起很多的民憤跟選票 但是我們其實並沒有想要這麼做 真的想要這麼做 就算柯林頓家族真的是文風喪膽 惡名昭彰 但是我們不想要把美國變成一個 極權而且獨裁的國家 這個是第三世界的極權國家 才會這個樣子搞的 然後左派現在做了什麼呢? 他們起訴了川普 這個就是打破玻璃了 凱撒帶著軍隊跨過盧比孔和了 特別是現在的情況 川普並不只是前總統而已 他還是目前拜登跟整個民主黨最大的政敵 他是目前最大的在野黨的領袖 然後我們的政府要逮捕在野黨的領袖 這證明我們的國家已經不是一個法治的國家了 已經不是一個republic了 我們的國家是一個用情緒治國 用感情治國 用人類的心情治國 特別是這些左派這些人不人鬼不鬼的政治人物 一群暴徒衝進去田納西的政府 大喊 No action No peace 沒有行動就沒有和平 試圖要中斷地法程序 在州政府裡面大喊 然後在這邊推擠警察要衝進州議會裡面 這是一個直接對州政府的威脅 前幾天才一個變性人去了一間小學 殺了六個基督徒 其中還有三個九歲的小孩 而且過幾天他們還要在國會前面 舉行一個變性人復仇日 這些都被合理化 這些都沒關係 這些都是彩虹跟獨角獸 白宮發言人出來說 真正的受害者不是那些被殺的 而是變性人的族群 而且白宮跟這些變性人站在一起 就這個樣子 然後中部的大媽到了華盛頓 警察帶了他們當導遊 國會一日遊 變成了叛國罪 反判罪 Insurrection OK 史上最大的對民主的攻擊 這些人就要進監獄 因為這個自由派的政權 使用政治來迫害 而且來捕捉他們的政敵 他們現在要逮捕在野黨的領導人 這個國家失去了法治 失去了公正 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幾個月前我們還在討論說 還是去年 你可以相信嗎? 普丁耶 一個國家的領導人耶 他暗殺報社的記者耶 逮捕他的政敵耶 你可以相信嗎? 習近平耶 他把胡錦濤從人民代表大會上面 架出去耶 Yeah 我可以相信啊 這樣的事情到處都在發生 每天都在發生 不只是在中國 在俄羅斯 現在 美國也是這樣 這個是美國徹底墮落 美國人民對於美國徹底 失去信心 美國徹底偏離憲拔的一步 而且永遠回不去了 很多人會認為說美國完蛋了 這個只是 美國在繼續完蛋的一步而已 這對於美國來說是一個非常糟糕的事件 但是對於川普的競選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件 一個新聞的核心 現在就是川普 左派害怕川普 不管你對這個川普這個人的評價是怎麼樣 或許你認為有更好的人可以當總統 其他人當總統的話更好 Maybe 或許吧 但是這整件事情的核心 已經被川普霸佔了 川普目前的競選影片給出來的方針 是沒有任何的民主黨 或是共和黨人提出來的 這整個事情會把更多的人 凝聚在他的背後 他的人氣會暴漲 那問題就是 這個會不會在初選的時候幫助到他 因為如果他今天穿了橘色的球服在監獄裡的話 他可能就沒辦法去辦什麼大型的競選活動 呼籲大家出來投票了 最主要的是 他的選舉籌款會變得更困難 草根的人民 像我們這些人 還是會捐錢給他的競選團隊 但是那種大型的捐款 就比較不會願意把錢給一個 可能在監獄裡的人了 所以對於川普的競選團隊來說 某層面上是有傷害的 左派就是要用這個樣子的方式來傷害他 而且紐約只是這個其中之一的指控而已 喬治亞州現在也在調查他 試圖要推翻2020當時的參議員的選舉結果 他們也在試圖要把他關到喬治亞的監獄裡 我不知道怎麼搞 OK 一三五關紐約 二四六在喬治亞還是怎樣的 兩個指控都是無中生有的 紐約對他的指控是什麼呢 我們聽過很多我們之前講過 什麼封口費 AV女優 前律師 這東西好像說的好複雜好難懂 我在這裡幫大家用白話文解釋一下 對於川普的指控是什麼 他被指控的是 七年前已經過了追溯期了 OK 川普捐獻了給自己的競選團隊 然後沒有填寫正確的捐獻單而已 就只是這個樣子而已 不管普丁用什麼胡扯的理由逮捕他的政敵 或是習近平用什麼胡扯的理由逮捕他的政敵 都沒有這次來的誇張 左派想要推翻American exceptionalism 美國例外主義或是美國卓越主義 就是美國跟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不一樣 我們的憲法只適用於一個有道德 而且有信仰的一群人 我們的憲法不適用於任何其他的國家 這句話是John Adams說的 現在被推翻了 他們成功了 現在美國變成一個沒有道德 沒有信仰 跟其他獨裁國家一模一樣的國家 這個國家變成了一個政權王權政黨 高過於美德責任法治的國家 接下來整個美國的政治 會變得跟台灣一樣 每個政黨掌權了 他們就會無所不用其極的 用政府的力量來打壓封鎖政敵 會變成兩個政黨狗咬狗 一嘴毛的樣子 什麼把前總統關到監獄裡 然後查封黨產 掌權了之後 再把這個貪污的政府放出來 這個人的女兒有雙重國籍 這個人沒有論文 博士論文 所以沒有資格當總統 接下來美國的政治會變得非常難堪 而且沒有任何的意義 一切全部都變得 就只是政治形態 意識形態 跟美德對上無恥 跟道德對上沉淪 正義對上邪惡 一點關係都沒有 好消息是 美國好像要禁止TikTok了 OK 這個好像是 達到了這個兩黨共識的一個局面 那我對於禁止TikTok沒什麼意見 跟我之前說的一樣 我不用 而且我也不會用 我認為美國有非常多其他的社交媒體 對於人是有害的 或許對年輕人來說 TikTok是最危險的 但是整個美國現在變成了一個 Nation of Bloggers 主流媒體的運作模式 好像也跟自媒體差不多 而且依照我的經驗 兩黨共識的法案 能離多遠就離多遠 當民主黨跟共和黨有共識的時候 表示這個東西對兩黨都有利 同時也表示他們的目的 就是要奪取人民的權利 以下是一個 針對這個法案研究的人 對於這個法案的看法 對於這個法案的看法 這個法案是 這個法案是 的法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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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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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萬化案 還要 一百萬化案 还有二十年的有期徒刑 只因为你使用了政府不允许的APP 或任何政府不允许的软体 同时我们有拜登的这个犯罪集团 在那个地方贪污,人口贩卖,变性儿童 开放边境,合法化毒品 这些都没关系 这些都是你的自由 然后要罚一百万 外加二十年的有期徒刑 这是在保护美国人 对没错,他们还会夺取你的私有财产 你的车子,你的房子,你的人生,你的银行账户 不只是TikTok,未来任何政府不允许的团体 你只要使用就把你抓起来 大家还记得Partler吗? OK,川普的True Social OK,YouTube的代替品Rumble 这个法案只要一通过 只要美国政府不喜欢就可以禁用 这个法案嘴巴上是说针对TikTok的 但是实际上是针对所有政府反对的软体 我们就把这个法案拿出来看一下 各位请阅读不要只听我 不要只听我 不要只相信我的,ok? 不要只相信網路上的人的,包括我,包括AI News 就跟聖經一樣,要自己去讀,親自的去了解 這個法案甚至採用了二民昭彰的Patriot Act 就是911那個時候,美國政府以反恐的名義徹底剝奪美國人的自主以及隱私權的法案 這個法案叫做restrict Act,ok? 限制法案,全名叫做restricting the emergency of security threat that risk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ct 限制資訊以及互聯網科技緊急安全威脅法案 蛤? 目的就是要來限制你使用任何政府不允許的平台 一共有55頁 內容不只是在說TikTok,也不是只在說中國 最重要的是在最後一頁,ok? 第55頁,八到九行 There are authorized to be appropriated such sum as may be necessary to carry out this act 就是説,這個法案會花很多錢,多少不知道 但是任何的花費都是必要的 那我會建議各位親自去讀一下這個法案的內容 裡面的內容跟中共還有蘇聯、德國納粹 當時要禁止報社、禁止出版內容很類似 都是為了各位的安全 當然他們這次的目標是TikTok 這個被美國妖魔化的這個惡魔 我當然不是在說TikTok是個好東西 絕對是個很糟糕而且洗澡的軟體 全部的人都知道 但是我就是不相信現在的政府跟我說的東西 我也被騙過,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全美國都還沒有人開始戴口罩的時候 我看台灣的新聞跟中國大陸的新聞 什麼濕袋不夠 三個小孩裝一個濕袋 焚化爐排隊 這個病毒多可怕 我嚇得去哪裡都戴著口罩 還有什麼Keto減肥 多吃麥片 政府公布的什麼食物金字塔 全部都只是要來弱化我們 弱化男人 美國過了這麼多年 肥胖率增加了這麼多 這一切都只是要來弱化我們而已 那我們看到的就是TikTok 目前在美國的市佔率是獨佔凹頭的 市佔率非常高 超過YouTube 超過Facebook 超過Twitter 原因有很多 他們發現人的注意力 越來越低 像我們這種抽絲剝繭的節目 大部分的人不想看 大家喜歡看1分鐘15秒那種 短暫娛樂還有麻痺自己的這個節目 還有TikTok是個使用整個手機的螢幕的 沒有其他的東西在旁邊干擾 所以我們這邊的大公司 這些社交媒體 是非常支持使用美國的政府的力量 來廢除 來封鎖他們最大的競爭對手的 這樣子對他們的廣告收益也會回來 使用量也會提高 而且美國的大公司也都給了我們的這些政府的這些立法委員很多錢 要他們去做這個樣子的事情 不只是這個樣子 我們的立法委員 包括民主黨跟共和黨 撰寫出來一套 徹底剝奪美國人的言論自由 以及出版自由的權利 所有的美國人透過這個法案 未來所有的言論都必須要經過政府 這就是為什麼這裡會有兩黨共識 因為所有的美國人的言論自由 言論權利 將會被Commerce Secretary 商務部部長掌控 這個法案不可以通過 通過了之後 傷害的不只是中國大陸的抖音 更是傷害整個美國的價值觀 這是一個反對美國憲法的 禁止了人民的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權利 這個就是政府以及這些政客的目的 田納希的基督教小學槍擊案 現在出來的資訊越來越多了 其中包括槍手的宣言還有簡訊 左派各個新聞節目開始說 公布這些東西是在攻擊變性人 反而會讓這些變性人更不安更危險 他們從來不解釋錯誤 而且他們不但不解釋 而且還胡扯吧 把所有東西都怪在保守派跟槍枝的上面 但是說穿了 沒有任何的保守派拿著槍到處去殺人 沒有任何的保守派去什麼學校搞什麼大屠殺 拿槍打人的全部都是這些腦子不清楚 連自己是男人還是女人都搞不清楚的大左派 只有左派一直在行使暴力 但是他們不在乎 他們只是向前看 他們就是要把所有的災難都變成一個 可以使用在政治上面的武器 來獲得更多的權利 最好的方法就是 謹守他們的受害者身份 受害者身份是他們所有議程的基礎 他們要不計一切代價來保護他們受害者的身份 就是LGBTQ的人特別是變性人 是被打壓的 他們是被當成異類看待的 他們才是被針對的 絕對不是這些可惡的基督徒 就算今天一個變性人拿著槍去基督教的小學 殺死了9歲小孩 這也都是基督徒的錯 都是基督徒不包容 不多元 不進步 這些變性人是被逼的一定要這麼做的 是被逼著反擊的 我們來看看即將被禁止的抖音上面的聲音 這也會被逼著反擊的 有關於小學生的狀態 這也會被逼著反擊的 小學生的狀態 在小學生的狀態 這也會被逼著反擊 是被逼著反擊的 他們的連結 他們 他們在這裏 的意見 他們在尋找到 反擊的 男生的 人們 全 for more are you the more you shame people the more you treat people like they're untouchable in society what do you expect people to do of course the the shadow inside of them is going to be so angry and retaliate in revenge that's what happens 那首先就是,過去這十年的校園槍擊案的槍手,不是都是白人,沒有一個是基督徒,不知道這些指控是哪裡來的 那回到這個問題,我們期待他們怎麼做,我們期待這些變性人有什麼反應,因為他們沒有被接納,沒有被接受他們的自我認知的行為,我們對他們有什麼要求,有什麼期待? Well,我們要求他們不要殺小孩,就從這裡開始就好,這已經是非常非常低的標準了,這是我們社會很基礎的一個標準,這個標準低到,如果他來殺我,來殺大人的, 這還是犯法的,但是我們至少認為說,他們不應該去殺小孩,手無寸鐵的小孩,我們要求他們至少當個人類,OK?而且有正常的人類行為,不要是一個變態的殺人狂 有一個喪心病狂的變性人組織,叫做Trans Resistant Network,變性人反抗聯軍,他們說,這位槍手沒辦法得到大家的目光,他是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做出這個樣子的事的,他也是這場槍擊案的受害者 他們說變性人的生活是非常辛苦的,現在卻變得更辛苦,因為有各式各樣針對反變性的法案立出來了,所以這些變性人一定要做這些槍擊案,才可以得到社會的重視 根據這個報導,這個組織也說,他會這樣其實是因為他常常被認錯性別 對齁,這樣就可以殺人齁 A Doc是指名的交易主張做好! A Don't WasPin人來 跳下了,Aden summer,這不是很危險哦 那在這邊澄清一下 他的dead name就是Audrey 這兩個名字都死了 因為感謝主他被警察打死了 所以恭喜他這兩個名字都是他的dead name 這位女士在這邊說 就算他去殺小孩 我們也沒有資格使用他正確的性別來稱呼他 其實我們可以 而且我們也應該這個樣做 事實上就是我們應該使用正確的性別來稱呼所有的人 沒有大屠殺的槍擊案的人 是我們應該要用正常的 反正常的性別來稱呼他們的 大屠殺可以讓我們說他們很多其他的東西 例如像說 喪心病狂 嗜血 無能的人間垃圾 但是性別方面 我們應該用正確的性別來稱呼所有的人 事實上就是我們對於他 或是對你 或是對任何的人都可以說任何的事情 這個是我們的權利 叫做言論自由 那你們這些變性人不能做到的事情呢 就是控制我們的言論跟我們的思想 我們對於任何人我們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我會為我說出來的每一句話負責 所以我可以說出任何的東西 我對於每個變性人也都可以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沒有任何人有資格來掌控我的言論跟我的思想 根據我對這件事情的了解 跟我對他們的觀點還有事實 來評論這個人 這邊沒有什麼將心比心 把你的角度放在那個人的角度 同理心 No 事實不在乎你的感受 也不在乎我的感受 事實就是事實 真理就是真理 做基督徒不是來取悅你們的 做基督徒不是來當你的小丑的 一切為了依照你的生活模式來生活 基督徒是要來跟隨耶穌的 是要把事實真理 把那個人的性別還有邪惡說出來的 我瞧不起那些會跟會眾妥協的牧師 就跟我瞧不起那些跟變性人妥協的人一樣 沒有骨氣沒有能力 他們沒有底線 他們跟一群自戀的撒旦妥協 沒有用愛心說誠實話 他還在那邊找理由說 啊耶穌傳福音都用不同的方法啊對不對 有教無類嘛對不對 你看耶穌對法利賽人的時候 就是說話很直接啊 對那個營夫的時候就是跟他要水喝啊 我們要傳的什麼福音? 我們要傳的是他們想要 而且他們能吸收的福音嘛 這個就是為什麼福音傳不出去 然後教會會敗壞成這個樣子 只會被攻擊 因為福音只有一種 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就是耶穌 我們來看一下NBC的報導 就在警察公布嫌犯是個變性人之後的十分鐘 Hashtag變性恐怖分子 這個標籤在推特上竄紅 同一時間 共和黨的立法委員參議員J.D. Vance 跟保守派的小辣椒Marjorie Taylor Greene 在社交媒體上面強調 槍手的性別認知是大屠殺的一部分 而星期二的早上 紐約郵報還刊登 變性人蓄意在基督教的學校進行屠殺 這不是事實嗎? 紐約郵報不是把事實刊登出來了嗎? 這不是他們說的 也不是我們說的 是警察局長 當下在記者會上面說的 他是刻意選擇基督教學校的 而且選中那間學校是因為 那間小學沒有保安 不是嗎? Anyway 我們繼續看下去 一位在 Knoxville 田納西的 變性人權支持者 Kim Spoon 說 我們非常擔心LGBTQ 的社區受傷害 這會流更多的血 而且這次將不會只在學校裡 一位變裝皇后的表演者 Denise Sadler 也是個變性人 她說 她在槍擊案之前 就已經僱用了四位持槍的保鏢 這個週末 她將會在 Nashville 的同性戀酒吧裡面表演 現在發生了這麼多反變性人的風氣 Saddler 說她現在打算 雇用八個持槍保鏢 她說 你不知道這個槍手的自我認知性別 會不會讓其他的人感到憤怒 那個族群已經憎恨我們了 而且試圖要槍殺我們 來證明什麼 最後我想說的就是 這裡有太多的傷害 太多的憤怒 太多的困惑 太多的困惑了 Eiseline Bailey 是一個 Tri-City變性人的會長 位於 Johnson City Tennessee 說 她一開始看到這個新聞的反應就是恐懼 我知道只要有人說到那個人的性別 這一切就會變成整件事的焦點 而忘記我們應該要注意的 就是這個國家的槍支暴力 看到這裡就有很明顯的結論了對不對 OK 六個人被打死了 六個人被打死了 被槍打死了 這些人看到新聞第一個反應 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這件事件對我 對他們自己有什麼影響 他們這幾個人最主要就是在乎他們自己 聽到了三個九歲的小孩 還有三個學校的員工被屠殺 先不用講他們害怕的東西 根本就沒有存在的根據跟理由 變性人恐怖分子這個運動 應該是對於我們這些 反對變性人的這些人 應該要注意的 應該要小心的 為什麼變成變性人在害怕 而且同樣的 這些自戀狂的本性 還是這整件事情的核心 這個就是整個最重要的 整個LGBTQ的運動 就是一個自我崇拜的運動 一個自我迷戀的運動 就是一群人沒辦法看到超過自己 這個世界上只看到自己 跟自己的一個自戀運動 他們不認同 不接受其他人的存在 他們的生存就是一直照著鏡子 看著鏡子裡面的自己 就算是一個哈哈鏡 裡面看起來奇形怪裝的自己 不斷的迷戀自己的自負 自己的情緒 還有自己需要的認同 這個就是我們看到的事實 而且早就知道的事實 那今天講的三個這麼糟糕的新聞 給川普遭起訴 兩黨共識 禁抖音 其實是一個封鎖言論 跟新聞自由的理由 還有一個變性人 殺了六個基督徒的槍手 變成了一個人權烈士 都顯示了美國的墮落 美國的敗壞 好沒有希望 好糟糕喔 連Ethan都說美國完蛋了 Ethan還這麼愛美國欸 對不對 但是美國完蛋了 你家不用完蛋 你可以持續的教育出正義的 有美德的正直的 符合聖經價值觀的小孩 不管這個世界變得怎麼樣 至於我和我家 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 這個時候就是基督徒 出來做眼做光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是彰顯神的大能 活出屬神的生命的時刻 那天有一個人留言說 真的很難相信你是從 最邪惡的加州來的欸 你的價值觀是真正保守主義的 是真正的基督徒 希望你的節目越辦越好 這句話是最大的勉勵 而且我們一定要越做越好 神的話是我們腳前的燈 是路上的光 現在就是我們起來 侍奉耶和華的時候 使徒行傳在羅馬帝國 迫害最多的時候 當基督徒被丟進禁技場 被獅子刺的時候 就是福音傳播最廣最深 聖靈工作最大能的時候 很多做了一輩子基督徒的人 過得渾渾噩噩 覺得自己的生命沒辦法突破 沒辦法親近神 現在就是你可以突破的時候 安逸會使人懶散 和平會使人喪自 很多牧師去了印度 去了柬埔寨 去非洲 到處去充滿壓迫的地方 看到復興 看到突破 看到千萬的人接受耶穌 看到一次好幾千的人 在河邊受洗 現在美國的處境 未來我們將不需要 買機票去那些地方 就在我們的社區 就在我們的靈社 就在你家的後院 我們可以經歷神的大能 不是難以相信在最邪惡的加州 會出現你這個樣子的基督徒 而是只有在最邪惡的地方 才可以萃取出最真誠的基督徒 最邪惡的加州 可以出像Jack Hibbs 這麼正直的牧師 可以出現 Grace Community Church的這個 John MacArthur 這麼有勇氣 而且不妥協的教會跟牧師 美國或許完蛋了 《啟示錄》裡面也講到 所有的國家都會屈服 所有的國家都會敗壞 但是 基督徒不會 因為 至於我和我們的家 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 現在就是我們起來 高舉耶穌的驚奇的時刻 願神的旨意行在地上 不同行在天上的時刻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aso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 AI News